其他新聞 沙田有私家車懷疑失控衝落散播 涉事的私家車四輪潮天 車旁邊有一個路牌 路面留下了約10米長的胎痕 在凌晨2點多,警方接報說 在大報道沙田兩段往九龍方向 一架私家車懷疑失控 撞在路邊一段鐵欄 再衝落十多米深的散播 更換人員到場搜救,發現車內沒有人 警方正聯絡車主協助調查